协同会协力中心 明明和一 爱的男人 900多人齐聚在台中的人美国校 如同一个爱的大家庭 中华基督教协同会 庆祝来华130周年 来台70年 并于10月上旬 举办了十年一度的感恩礼拜 众人感谢过往宣教士 所结的福音果子 并宣告新的时代要结下 传承的棒子回应大使命 我们虽然散步在全台各地方 但是我们心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就只有说 我们希望是他们同心合意 兴旺福音 为了向中国传道 瑞典宣教士泛兰生于1890年 成立了协同会 1951年起在台湾东部 也开始了福音工作 经过70年的耕耘 目前全台各地共有37间教会 会中也邀请了台东基督教医院 创办人台湾一代表 仲宣教士来分享 而同样也是协同会拆派来台 如今已经是家喻户晓的 旧式传播协会 创办人彭蒙惠 也特别录制了影片来献上祝福 我们希望我们现在协同会 跟原来的协同会一样 就是要叫人派人走地区传道 做耶稣的门徒 大会特地设计年长牧者 以及宣教士背起十字架 传承给青年礼修 象征这份宣教使命的传承 我们感谢主用真理来教导我们 喂养我们 使我们的福音 真的能够让年轻人 能够起来接棒传扬下去 我觉得上帝在协同会 给很多的恩典 那盼望我们协同会未来有很多的 年轻一代的国中生 高中生是更小的 愿意一起来回应上帝的呼召 我们希望我们协同会 完成神的大紫面 一代代一代地接下去 如同谭威义还有蓬蒙惠 这群宣教士夺年的生根 无私的奉献 协同会在台湾七十年的 壁露蓝绿 不但让福音广传 宣教的工作也开枝散业 继续往新的世纪迈进 起来 起来 好 好 好